当历史硝烟散去 思中人的生活里总少不了一道美食 螺泉豆腐 清晨 曹素芳开始制作豆腐 豆子是家中祖辈种下的大黄豆 要用当地的井水进行浸泡 根据季节的变化 浸泡时间有所不同 这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积累的经验 清朝时期 螺泉发现了天然气 不仅大大提高了制盐的效率 也让螺泉人找到了用盐卤制作豆腐的奥秘 螺泉的这些盐料在烧制盐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采用了由当地的天然气 来进行烧盐巴 在烧的盐巴过程当中 它有一种附属产品 就是单碎 而我们螺泉的豆腐非常具有贴的 就全靠这个单碎拿来颠制豆腐 洗 冷 背 面 是大铁垫 特别它的任性 非常好 今天 螺泉已不再产盐 但用优质盐卤做豆腐凝固剂的传统 却保留下来 以细 白 嫩 棉 剑肠的螺泉豆腐 在螺泉人的手中衍生出数百种豆腐菜肴 豆腐包子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定居重庆的资中级作家海清娟 为长篇小说《螺泉井》 曾多次来到螺泉古镇 在螺泉老街上 海清娟寻着香味 找到了儿时的美食 豆腐包子 豆腐包子又称怀胎豆腐 在嫩白的豆腐中间剖开一条缝 将新鲜的牛肉末装入其中 当包好的怀胎豆腐进入高温油锅 随着滋滋声 盐卤豆腐特有的豆香和肉味四处飘散 弥漫了整条老街 将豆腐包子捧在手心 一口咬下去 海清娟在唇齿之间找到了儿时的味道 而随着年岁和月历的增长 海清娟在香唇的味道中 又找到了螺泉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 清朝 随着湖广田四川的移民潮 百万移民来到四川 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各地的手艺 据说客家人萧氏将湖南的豆腐制作技艺 带到了螺泉 因为远离家乡 许多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 十分怀念饺子等面食 便用豆腐包上肉馅 以此表达对故土的思念 螺泉的豆腐包子就这样诞生了 豆腐包子的做法并不难 却十分考验豆腐的细腻程度与弹性张力 而只有螺泉的豆腐才能做出地道的豆腐包子 这不仅是螺泉景颜和大黄豆结缘的美食 更是保存在螺泉人心中的味觉记忆 在今天的螺泉古镇 依然留存着嘉兴巷等古道遗址 从这里运出的盐茶等物资 在古道的迎来送往中早已渐行渐远 而螺泉豆腐的美名 连同一道道创新豆腐菜一起 牵动着异地人的思乡情仇 也寄托着古镇人对新生活的热爱和不断追求